知力作家罗贝托·布拉尼奥的作品《知力之夜》 如今我快要死了,但还有很多话不吐不快。 这是小说《知力之夜》的开场白,而正是小说主人公在弥留之际的回顾,让我们了解到他不同寻常的一生。 主人公姓拉克鲁瓦,是一位神父,文学批评家,平庸的诗人。 一个夜晚,他发着高烧,坚信自己即将死去。 他拼命回想着过去,回顾着自己的一生。 那些重要的时光,在如洪水般倾泻而出的文字里若隐若现。 小说以主人公拉克鲁瓦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六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在智力一位文学批评家菲尔维尔的庄园里,见到了著名诗人聂鲁达。 受文学召唤,我也决定成为一名批评家和诗人,可这条路注定难走。 第二个故事,始于作家萨尔瓦多向我讲述的一件事。 他去拜访了一位绝望的威蒂玛拉画家。 画家绝食多日,整天坐在窗前打量巴黎,在沉默中等待死亡。 他究竟在巴黎的黄昏中看到了什么,我又从中产生了哪些感悟? 第三个故事,是我从画家身上感到了令人振奋的力量,却被批评家菲尔维尔泼冷水。 他向我讲述了一个邪将的悲剧。 邪将功成名就,求见皇帝,提出要出钱为英雄们立碑。 皇帝很感动,答应了,邪将付出了全部时间金钱。 然而,他很快就被所有人忘记了。 战争来临,今年被建好了吗? 邪将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第四个故事,源于邪将的故事对我所产生的启发。 而在空虚与厌倦的生活状态中,我写了一系列质量不高的诗作。 动荡时期,我离开智力,前往欧洲考察。 第五个故事,围绕我回到智力之后的遭遇而展开。 面对智力的独裁的政府,我决定放逐自己,表现出上帝爱怎样就怎样吧的精神状态。 后来,聂鲁达死了,军政府上台了,我结束了一项秘密任务。 这项秘密任务是什么呢? 小说的最后,写的是我在宵敬期间,出入女作家玛丽亚在别墅举办的文学沙龙。 在某种偶然的情形下,有人闯入了这座别墅的地下室,发现了一个被长久囚禁的男人。 男人是谁呢?文学沙龙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六个故事相互联系,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次意识的流动。 罗兰·巴特曾说,文学就像寒灵的物质,在它就要死去的时候,就会发出最明亮的光芒。 在作者波拉尼奥的笔下,我陷入滚烫朦胧,混乱的梦境中,在将要死去的时候,回顾着自己一生最明亮的光芒。 那么,《智利之夜》的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一生,又是怎么样的呢? 罗贝托·波拉尼奥,出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 父亲是一位卡哲斯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则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 波拉尼奥自小便有文学的天赋,三岁开始自我阅读,七岁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讲了几只母鸡爱上鸭子的故事,思维很是开阔。 小时候,他经常听母亲念聂鲁达的诗集,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聂鲁达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聂鲁达是他诗歌的领路人,是他的精神之父,但他对聂鲁达的感情十分矛盾。 他迎送他,敬仰他,却又背叛他,憎恶他。 他躲在诗歌的王国里,却又想把这个王国摧毁掉。 上学期间,波拉尼奥经常逃课去读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叛逆,却也很有想法。 他会偷书,会跟踪自己钦佩的作家,会在书店蹭书看。 就这样,他渐渐走上了文学之路。 15岁时,波拉尼奥举家搬亲到了墨西哥。 20岁时,他决定回到圣地亚哥,却刚好赶上了皮诺切特政变,遭到逮捕,险险被杀害。 皮诺切特政变发生于1973年,皮诺切特勒令当时的总统辞职,将国家政权交给了军警当局,政府就私垮台。 后来,皮诺切特成为了国家元首,推行极权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宵禁,终止宪法,结散国会,禁止政党活动,限制集会与新闻自由。 这场政变成为了波拉尼奥一生中的核心事件,终其一生,他都没能走出来。 逃回墨西哥后,波拉尼奥和好友一起推动了现实以下主义运动,反对官方文化,试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 1977年,波拉尼奥二十四岁,他前往欧洲,在巴塞罗那附近的海岸打林宫,当过船工,做过露营地的守夜人,当过采摘葡萄的短工,做过酒吧服务员。 洗过盘子,捡过废品,当过流浪汉。 但波拉尼奥从未放弃写诗,白天干苦力,夜里就写诗,过得清贫却高傲。 37岁时,波拉尼奥有了孩子,生活却依然清贫,家里连电话都撞不起。 他决定赚钱咬家了,便结束了流浪诗人的生活,足不出户,专心写小说,就这样。 写下了《荒野侦探2666》,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智力之夜。 他极有天分,荒野侦探一举拿下了西班牙洛木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 2666获得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加奖,多部作品也屡屡收获好评。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他肝病日益恶化的消息。 可他依旧全身心投入在小说的创作中,陪伴他的只有香烟和茶。 他曾连续写作四十多个小时,甚至忘记去医院接受检查。 2003年7月15日,50岁的波拉尼奥因肝功能衰竭,永远离开了人世。 但波拉尼奥给文坛留下了一个传奇,四十岁开始写小说,五十岁去世。 短短十年间,却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级,三部诗级。 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盛况丝毫不输给三十年前出版的《百年孤独》。 波拉尼奥深谷后出版的《2666》掀起了一股赞美的狂潮,众多作家成为了他的粉丝。 不少读者甚至将他跟塞万提斯、普鲁斯特化归为同一高度。 而那些作家粉丝中,约翰·班维尔、苏珊·桑塔格、斯蒂芬·金等著名作家赫然在列。 但无论波拉尼奥的小说达到了怎样的成就,最令他难以割舍的仍然是他的诗歌。 换句话说,小说是他迫于生计而为的,结果诗歌却是他灵魂深处的热爱。 他曾写道,半个世纪了,诗歌从来都是一个庄严的笨蛋的天堂,直到我穿着溜冰鞋走来,如果你愿意,可以继续向上攀登。 当然,如果你掉了下来,嘴巴和鼻子流的都是血,我可不负责。 足见他对诗歌的热爱之深。 如今,我快要死了,但还有很多话不妥不快。 小说《智力之夜》的开场白,何尝不是作者波拉尼奥的新生呢? 一本薄薄的,只有九万字的小说,一部只分两段,且第二段只有一句话的小说,令人想起马尔科斯笔下族长的秋天。 没有标点,没有段落,只有如水般,自已倾斜的情绪与思想,令人无比惊叹。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智力之夜,走进波拉尼奥如是一般的语言,走进一个个隐喻,揭开一个个谜语,感受无久无尽的思想盛宴。 纵使我们对智力的历史一无所知,但相信智力之夜会将我们带到历史无法到达的美妙地方。 主人公拉格鲁瓦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主要向我们讲述了六个故事。 其中第一个故事是,我在智力一位文学评论家菲尔维尔的庄园里,见到了著名诗人聂鲁达。 受文学召唤,我也决定成为一名批评家和诗人,可这条路注定难走。 我将遇到什么事情呢? 那个一再出现的索尔德罗意味着什么? 谁的索尔德罗? 哪个索尔德罗? 如今,我快要死了,但还有很多话不吐不快。 原本,我内心很平静,但那些往事却骤然浮现出来。 我叫拉克卢瓦,是智力人。 如今,我已来到了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十三岁时,我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想要进神学院,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但一年以后,十四岁的我坚持进入了神学院,并在后来成为了一名神父。 也是在那时,我认识了菲尔维尔先生,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的灵魂深处有鸟儿在欢畅,心牙在绽放。 我很激动,因为我尊敬的菲尔维尔就在那里。 他身材高挑,有一米八,但在我印象中,他几乎有两米高。 菲尔维尔带我去了他的藏书室,我们谈论书籍,谈论书籍的作者。 他的表述是那样准确,他的语言就像一只手套,总是紧紧围绕着他的思想。 而我则像一只天真的雏鸟,我告诉他,我想要成为一名文学评论家。 我想在他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阅读随后用优美的散文语句,大声抒发阅读心得,更加令人感到满足了。 的确,阅读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阅读可以开过事业,陶冶情操,可以把思想变大,把世界变小。 这一点,相信真正热爱读书的人都会深有同感。 当菲尔维尔听到,我想要成为像他一样的文学评论家的时候,他笑了。 他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这条路并不轻松,它并非看满了玫瑰花。 第二,在这个野蛮人的国度里,在这个庄园主掌控的国家里,文学是艺术,人们对懂得阅读知识缺乏赞美。 是啊,在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世界里,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显得是那样格格不入。 这句话其实反映着作者波拉尼奥本人的思想态度。 昨天我们提到,皮诺切得正变后,致力推行极权统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展。 波拉尼奥推动了现实以下主义运动,反对官方文化,试图激发拉美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 所以这条路并不轻松,并非开满了鲜花。 在这个极权统治的国家里,文学成为了艺术。 我们回到小说,菲尔维尔有一个小葡萄庄园,产得酒还不错,他邀请我去他的庄园参观。 我对庄园展开了想象,在那里,文学真真切切是一条开满了玫瑰花的小路。 在那里,对懂得阅读知识不会缺乏赞美。 在那里,志趣凌驾于实际的需求和责任之上。 于是我抬起头,坚定地回答了好几次, 我会去的。 约定的日子到了,我忐忑不安地从车站出发了。 我至今记得一路上所望见的智力的原野, 还有那些长着黑斑点的智力奶牛。 这一路的风景丰富,多变, 时而振奋人心,时而又让人感到忧郁。 菲尔维尔派了一辆马车来接我, 当我到达之后,我看到菲尔维尔和一位年轻人在对话, 可能在讨论诗歌。 菲尔维尔时不时发出响亮的笑声, 那位年轻的诗人则保持着一抹细微的笑容。 我翻阅着几本古籍, 在一堵墙的架子上堆放着智力诗坛和小说界最优秀, 最杰出的作品。 每一本都是由作者本人亲笔题词后, 献给菲尔维尔的, 他们把他视为知己。 在我看来, 菲尔维尔先生好像是一处河口三角洲, 智力国内所有的文学船只都短期或是长期地汇聚在那里栖息, 而他的家就是那个港湾。 我听到有人在露台上拖着脚步走路, 出于好奇, 我跟了出去, 天上没有云, 月亮皎洁明亮, 风把我的衣袍吹了起来, 在一尊雕像旁边, 我看到了他, 他背对着我, 面向月亮, 念念有词。 他是诗人聂鲁达, 聂鲁达在那里, 正对着月亮, 大地, 星辰在营奏, 我也在那里, 睁着寒泪的双眼, 注视着他。 尽管我无法听清他所说的内容, 但还是为我国最崇高的诗人的言与魅力所深深蛰伏。 接下来是晚宴了, 聂鲁达和他的夫人, 威尔维尔和那位年轻诗人都在场, 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那位年轻诗人是聂鲁达的弟子。 菜肴十分精美, 饭后的休闲时光一直持续到深夜, 人们喝酒, 唱歌, 跳舞, 毫不快活。 可能酒喝得太猛了, 我有些难受, 出去透透气, 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回过头, 来人是菲尔维尔。 菲尔维尔问, 你是否感到身体不适? 我回答他, 没有, 仅仅感到一阵转瞬即逝的焦虑罢了, 我担心, 香煎清纯的空气终会逐渐蒸发掉, 这句话其实也有隐喻, 清纯的空气象征着对文学的热爱, 拉克鲁瓦担心当下所感受的种种会被复杂的现实蒸发掉。 菲尔维尔笑了, 问我, 对聂鲁达印象如何? 我回答道, 他是最伟大的。 随后, 我们谈论几诗歌, 菲尔维尔问我是否读过索尔德罗, 哪个索尔德罗? 我问。 那个行营诗人, 菲尔维尔说, 哪个索尔德罗? 他和伯女法西奥·罗巴诺一起喝酒, 哪个索尔德罗? 他和贝伦格尔以及安如王朝的卡洛仪式一起骑过马, 索尔德罗他毫无恐惧, 从不害怕, 无所畏惧。 他接着说道, 那个被淡丁歌颂的索尔德罗, 那个被庞德歌颂的索尔德罗, 那个写了教学的荣誉的索尔德罗, 那个写了道王师的索尔德罗。 我有些恍惚, 直至听到聂鲁达声音的那一刻, 才回过神来。 聂鲁达问贝尔维尔, 你们在讨论哪个索尔德罗? 贝尔维尔笑起来, 朝我看过来, 眼神仿佛在说, 如果想做诗人, 你就去做吧, 但也得写写文学评论, 多打听打听, 多看点书, 广加涉略。 贝尔维尔, 列举了神曲中 关于索尔德罗的几行诗, 聂鲁达则朗诵了神曲中 其他几行诗句, 然后二人拥抱起来, 齐声朗诵诗句。 与此同时, 我和聂鲁达的弟子一致断言, 聂鲁达是我国最优秀的诗人, 贝尔维尔则是我国最优秀的 文学评论家。 然后,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干杯, 索尔德罗, 哪个索尔德罗? 我结束了对庄园的第一次造访, 可无论我去什么地方, 这句话始终伴随着我。 或许, 索尔德罗是谁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 它象征着文人的勇敢与无所畏惧, 也使人在泥泥破碎的现实里看到精神乌多邦重建的希望。 我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接受了洗礼, 在那之后, 每个失眠的夜晚, 我都能看到费尔维尔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谈论着文学的不朽性, 看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跳着舞, 喝着酒, 谈论着诗歌。 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文人, 才华横溢的作家, 青年黄金一代, 几乎都深受聂罗达的影响。 而此时, 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中, 我看到了父亲对我的阻止, 有个声音告诉我, 所有谈话都是被禁止的。 声音的主人是谁呢? 我发现那是我自己的声音, 是超我的声音, 它就像一位有着钢铁般抑制的飞行员, 为我的幻想引航。 我决定为自己的文学评论作品起一个笔名, 然后用真实姓名发表我的诗歌, 于是我用了H.伊瓦卡切这个笔名, 渐渐的, H.伊瓦卡切比拉格鲁瓦更出名了。 这一点令我感到惊奇, 但拉格鲁瓦诗歌是在为未来酝酿一部 满怀野心和报复的诗歌创作, 这一著作只有在岁月的纯淀中才能逐渐实现。 而H.伊瓦卡切文学评论所作的则是 阅读并大声解释,评论一些读物, 诠释我国文学, 用理性的方式给人们带来启蒙。 但文章笔调温和隐忍, 就像死亡的海岸线上, 一座灯光微弱的灯塔。 智力之夜文笔流畅, 如泉水喷涌, 但同时也多少显得艰涩难斗。 很多隐喻, 很多一时看不明白的伏笔, 让我们一一了解。 主人公拉格鲁瓦, 在智力一位文学评论家 菲尔维尔的庄园里, 见到了著名诗人聂鲁达。 受文学召唤, 他也决定成为一名批评家和诗人。 可这条路注定难走, 我们一起进入第二个故事, 也就是作家萨尔瓦多 向拉格鲁瓦讲述的一件事。 萨尔瓦多去拜访了一位 绝望的威利玛拉画家。 画家绝食多日, 整天坐在窗前打量巴黎, 在沉默中, 等待死亡。 画家的结局是什么呢? 他究竟在巴黎的黄昏中 看到了什么? 我又从中产生了哪些感悟? 某个下午, 在作家兼外交官 萨尔瓦多先生的家里, 他向我讲述了一位画家的故事。 当时, 他家里还有五六位其他客人, 菲尔维尔也是其中一员。 二战期间, 萨尔瓦多被派驻智利使馆, 有一位美丽的女士问他, 是否希望被引荐给著名的德国作家, 国防军军官, 戎尔维尔先生。 萨尔瓦多表示, 是的, 我非常乐意, 乔万娜, 请把我介绍给他吧。 乔万娜带萨尔瓦多 穿过很多间大厅, 在尽头那间大厅里, 见到了戎尔上尉, 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 也是钢铁的暴风雨, 非洲游戏, 在大理石威严上和赫里·奥布里斯的作者。 相互介绍之后, 萨尔瓦多和戎尔用法语交流起来。 戎尔问萨尔瓦多, 是否能找到您著作的法语版本? 萨尔瓦多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没错, 有一本书已经被译成法语了。 如果您想要读的话, 我十分荣幸能将其馈赠给您。 荣格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们互换了名片, 并约了一个时间共进下午茶。 几天之后, 萨尔瓦多和荣格尔 在那个威地马拉画家藏生的阁楼里相遇了。 威地马拉共和国 是中美洲的一个总统共和制国家。 巴黎被战后, 画家无法离开那个阁楼, 萨尔瓦多经常带着食物去看望它。 但画家从未向萨尔瓦多表示过感谢。 有一次, 萨尔瓦多带去了一本小说, 他原本想把小说送给别人的, 但看到画家如此穷困潦倒, 便给他留了下来。 可当一个月后他再去时, 发现小说还原封不动地在桌子上放着。 萨尔瓦多问画家, 您是不是不喜欢这本小说? 画家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说道, 我根本没读过那本书。 萨尔瓦多感到很沮丧, 他说, 那说明您不喜欢这本书。 画家则表示, 谈不着喜欢, 也不讨厌, 单纯就是没有看而已。 萨尔瓦多拿起他的书, 发现封面上积了一层灰。 那一刻, 他明白画家说的是实话, 从那以后, 他也就不怎么把这个画家放在心上了。 又过了两个月, 萨尔瓦多再次来到小阁楼, 发现画家看上去更消瘦了, 仿佛他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没有吃过一口饭。 他一边坐在窗前凝视着巴黎的街景, 一边放任自己慢慢死去。 他深受抑郁症的折磨, 在那个屈服于日尔曼民族统治之下的城市里, 画家藏身在阴暗的阁楼, 患上了抑郁症。 他的销售令萨尔瓦多大致一惊, 他邀请画家去吃晚饭或点心, 但被拒绝了。 萨尔瓦多问画家, 您多久没吃过东西了? 画家回答, 没隔多久? 萨尔瓦多说, 没隔多久是多长时间? 画家说, 我也不记得了。 萨尔瓦多把带来的食物一一放到橱柜里, 画家则一直坐在椅子上, 坐在唯一一扇窗户旁边, 迎望着巴黎街头消磨时光。 也是在这个小阁楼里, 萨尔瓦多与荣格尔不期而遇。 荣格尔是怀着好奇心来看望这位威地马拉画家的。 当时, 荣格尔正专注地研究着一幅两米乘两米大小的油画。 油画有个奇怪的名字, 日出前一小时的墨城风光。 荣格尔见到萨尔瓦多的时候, 同样感觉到很惊讶, 然后是一丝轻微的喜悦感。 他们热情地打了招呼, 含暄了一阵子, 然后荣格尔开始谈录绘画。 谈着谈着, 萨尔瓦多突然发现自己来到这里之后, 还没跟阁楼的主人, 也就是威地马拉画家说过话呢。 于是, 萨尔瓦多开始找画家。 他感觉到了一阵轻微的恐慌, 他担心画家已经被法国警察, 或者更惨一点, 被盖世太保逮捕了。 这里说明一下, 盖世太保是德语, 国家秘密警察的意思, 它是出于纳粹政权需要而存在的恐怖统治机构。 幸好画家还在那里, 依然坐在窗边。 入神地凝望着巴黎街头。 萨尔瓦多意识到, 自己带来的食物还在手上呢。 一点点茶叶, 一点点糖, 一条两磅多重的大面包, 还有半公斤羊奶奶酪。 他对画家说, 我给你带了点食物过来。 画家则跟往常一样, 没有道谢, 也没有回头, 只留给旁观者一个顽固的背影。 场面一度很尴尬。 荣格尔拉过来聊把椅子, 跟萨尔瓦多聊起了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德国作家和智力作家就这样谈论着人类与神灵, 战争与和平, 意大利及北欧绘画艺术。 他们喝了两杯白兰蒂, 说到喝酒, 这一回, 威地马拉画家倒是没有拒绝。 荣格尔问画家, 你是否在墨西哥城待过很长时间? 画家表示, 我在墨西哥城只待了一个星期, 对那个城市的回忆不胜明确。 你感兴趣的那幅油画, 其实是多年之后我在巴黎创作的。 当时, 画家身处巴黎, 战争已经开始, 他养成了在那扇唯一的窗前观看巴黎全貌的习惯, 一看就看很久, 默默迎接死亡的来临。 通过对巴黎彻夜不眠的观看,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日出前一小时的墨城风光, 他把脑海中的景象画了下来。 换句话说, 这幅画成了一个以人为祭品的祭台, 并延伸出一种不可超越的厌实行为。 他表达着对溃败的接受, 这不是指巴黎的战败, 不是指欧洲文化准备自焚的溃败, 也不是指他曾拥护的政治理念的失败, 而是指他本人, 一个无名无才, 却准备在文艺之都的艺术圈里谋求声名的威利马拉人的溃败。 他如此清醒地接受着自己的溃败, 以近乎自虐的方式宠罚着自己, 无惧死亡, 这令萨尔瓦多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荣格尔继续侃侃儿谈, 威利马拉画家一如往常躺在窗边, 将自身消耗在对巴黎反复又徒劳的观察中。 而后, 萨尔瓦多和荣格尔一起离开了阁楼, 他们不与儿童地认为, 威利马拉画家大概活不到下一个冬天了。 二人来到萨尔瓦多的住所共进晚餐, 他们坐在舒适的大扶手椅里, 谈论着文学。 临走时, 萨尔瓦多送给荣格尔一本自己已被译成法语的作品, 毫无疑问, 荣格尔后来是读过这本书的, 因为他在回忆录里谈到了他, 评价还不赖。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那天晚上, 当我和喝醉了的菲尔维尔一起从萨尔瓦多家中离开后, 我从画家身上感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 进而产生了一阵幻想, 我看到自己正在撰写一首诗歌。 在我的幻想中, 风趣被大量挥洒, 像英雄们的梦想一样被擦亮。 我立刻把这一念头告诉了菲尔维尔, 却被菲尔维尔泼了一盆冷水。 菲尔维尔会向我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讲到了第二个故事。 关于一个威迪玛拉的画家, 濒临绝望的状态。 画家绝食多日, 整天坐在窗前打亮巴黎, 在沉默中等待死亡。 尽管大家认为他活不过下一个冬天了, 但他的固执坚守, 却给了拉格鲁瓦莫大的鼓舞。 拉格鲁瓦从画家身上感到了令人振奋的力量, 却被菲尔维尔泼冷水。 他向拉格鲁瓦讲述了一个鞋匠的悲剧。 这又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菲尔维尔给我讲了一个关于鞋匠和英雄领的故事。 鞋匠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臣民, 他最早是在异地卖鞋子, 后来发展到在维也纳生产鞋子, 然后把鞋子卖给维也纳, 布达佩斯, 布拉格等地的贵人们, 以此积累了很多财富。 这个维也纳鞋匠制造的鞋子质量好又舒服, 得到了全体顾客的褒奖。 在他的顾客群中, 就有奥匈帝国的皇帝本人。 为了一个念头, 鞋匠动用了他在皇室、军官以及政客圈子里的全部交情和人脉, 终于得到了皇帝的接见。 鞋匠十分激动, 他深吸了一口气, 挥舞着双手, 向他的君主阐述了自己的念头。 这个念头就是英雄岭。 英雄岭是位于欧洲中部某处的一座山丘, 山坡上有栗树和落叶松, 山巅则布满了茂密的灌木丛。 这座山峰令人赏心悦目, 它躺在那里, 仿佛在通告人类, 它是另一个世界的一部分, 是心灵的居所, 灵魂的栖息地, 感官的愉悦之远。 不巧的是, 这座山丘是有主人的, 它属于H伯爵。 H伯爵是那一带的大庄园主, 但鞋匠已经和他交谈过了。 鞋匠巨资, 买下了这座山丘, 两人达成了共识。 鞋匠打算把英雄岭 作为帝国英雄纪念碑, 圈献出来, 不仅为过去和当今的英雄们立碑, 也包括那些未来的英雄们。 换句话说, 这座山丘将以墓地和博物馆的形式运作, 为每一位英雄树立雕像, 并把祖国的英雄们埋葬于此, 让他们永远安息在这座山丘上。 那么, 鞋匠做这件事, 是想要从皇帝那里得到些什么呢? 鞋匠告诉皇帝, 首先, 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许可和批准, 允许他做这件事。 其次, 他希望得到国库的现金支持, 因为尽管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支付了绝大部分的费用, 但单靠他一个人, 终究是无法承担全部支出的。 最后, 鞋匠阐述了英雄领所能带来的道德效益, 他提到了旧日的高尚品德, 提到了人类活动的退步, 以及最新的思想潮流。 当他停止演讲的时候, 皇帝已经热泪盈眶, 他紧紧握住了鞋匠的双手, 反复点了好几次头, 表示肯定, 还大声喊着, 太好了, 太棒了, 妙极了。 鞋匠说完了自己的想法, 得到了肯定, 离开了宫殿。 他一边走, 一边激动地摩拳擦掌。 没过几天, 英雄领就换了主人。 鞋匠性子急, 还没有等到任何信号, 就开始发号施令, 指挥工人奔赴英雄领了。 他本人亲自监工, 开始了最初的工程建设。 他搬到了英雄领附近镇子上的 一家客栈里居住。 尽管生活不变, 他也毫不在乎, 全身心投入到大工程中去。 他不顾山里刮着的大风, 不顾淹没这片地区的大雨, 不顾毫不留情持续推进的风暴, 热情地在烂泥地里干着活。 他每天都很累, 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 有时连衣服都没有立即脱掉。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执着的梦想中去, 越过噩梦前进, 英雄领在那里等待着他, 宁静, 暗沉, 而又庄严。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天气时好时坏, 邪将大把大把地消耗着自己的财产, 而皇帝呢, 除了在当天哭了一场, 喝了几声财以外, 再也没有说过些什么。 没有投资, 工程将无法继续, 但邪将早就动工了, 根本无法半途停下来, 他徒劳无功地奔走, 把时间都消耗在了英雄领。 而在维也纳皇宫和贵族们的客厅里, 邪将的名字和他的雄心壮志 却成了一个笑话。 开始, 人们嘲笑他心理天高, 没过多久, 他就被遗忘了, 人们不再谈论他, 甚至连他的长相也忘记了。 后来, 混乱的年代来临了, 作家们呼唤着他们的谬思, 皇帝死了, 一场战争到来后, 帝国灭亡了, 没有人会再记起这个邪将。 或不担心, 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 鞋店的生意也支撑不下去了, 先是换了主人, 没多久便是倒闭了。 接下来的几年, 谋杀和迫害开始了, 另一场战争爆发了, 直到有一天, 山谷里出现了苏联坦克, 指挥着坦克军团的上校, 用望远镜看到了英雄领, 他开过去, 从坦克上跳下来, 脱口而出问了一句, 这是什么怪物啊? 其他坦克车里的俄国人也跳了出来, 他们问当地的农夫那是什么? 农夫回答, 那是一片墓地, 一片原本计划把全世界的英雄 都埋葬于此的墓地。 上校和他的士兵们 撬开了三把秀气斑斑的挂锁, 走进了英雄岭, 但他们没有看到英雄的雕像, 也没有看到坟墓, 除了满目窗移, 什么都没有。 最后, 他们在山丘最高处 发现了一个像保险箱一样的地下室, 门被封上了, 他们把门打开, 在地下室内部, 他们发现了斜匠的尸体。 死之前, 他好像还在大笑着。 说到这里, 费尔维尔问我, 你懂了吗? 你懂了吗? 那一刻, 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我的父亲, 看到了他对我所做的决定 表达出坚决的否定。 费尔维尔告诉我, 他对维也纳斜匠的故事感到悲伤, 是啊, 本该由国家去做的事情, 结果却由一位斜匠来做。 他用尽全力守护这个世界, 岌岌可危的文明和道德, 结果却死在了无法竣工的梦想里。 费尔维尔说, 或许有一天, 每周将会改变, 智力将会改变, 但他看不到这一切了。 我回答, 费尔维尔, 你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呢? 费尔维尔却说, 生命有什么用处, 书籍又有什么用处, 仅仅是些影子罢了。 我告诉他, 想想那些盲人, 失明者跌跌撞撞, 他们徒劳无功地努力尝试, 他们碰撞失误磕磕绊绊, 一次又一次摔倒, 他们普遍痛苦, 但他们从未放弃追逐光明。 安慰费尔维尔, 我倒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未来, 在那个未来, 您就在那里, 活得长长久久, 被大家喜爱和敬重。 同时, 我也想到了我的命运, 想到了我想写的文学评论和诗歌, 想到了我的索尔德罗, 一份光明职业的开始。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容易, 最终连祈祷都会使人感到厌倦, 但还是有一代一代的人, 前不后继地往前冲, 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去追逐暗夜尽头的那一点希望和光明。 我们了解到邪将和英雄领的悲伤故事, 同时也对人类的勇气心生敬佩, 我们将走进接下来的故事, 在空虚和厌倦中, 我写着那些恶劣的诗, 动荡时期, 我离开智利, 去欧洲考察, 我看到了什么, 又做了哪些事呢? 尘埃落定后, 我回到智利, 面对独裁政权, 决定放逐自我, 表示, 上帝爱怎样就怎样吧。 后来, 涅鲁打死了, 军政府上台了, 我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 这项秘密任务是什么呢? 一天, 我走在街道上, 看到街道被抹上了灰浆, 退去了张扬的黄色, 变成了灰色, 整齐有序, 但我知道, 将灰色扒开一点点, 就会看到黄色, 这个认知, 使我的内心产生了厌倦感。 虽然, 我还在继续写东西, 但我写出来的诗歌, 充满了辱骂, 亵渎神明的言词, 还有其他更恶劣的东西, 我一次次在黎明前, 毁掉它们, 不给任何人看。 诗歌的内容, 令我陷入茫然与震惊。 这种茫然与震惊, 同时又和厌倦与沮丧共存, 就像一个伤口, 被包在另一个伤口里面。 那段日子里, 我认识了欧德姆先生和欧伊多先生, 他们经营着一家进出口公司, 推荐我去完成一项 位于欧洲的棘手任务, 准备一份关于教堂保护工作的文字。 在治理, 没有人懂这方面的知识, 但在欧洲, 这类调查研究已经很先进了。 我的工作就是去欧洲参观那些, 在抗磨损方法上最先进的教堂, 比较不同的方案, 写一份报告, 然后回国。 历时一年到一年半, 每月有全新和额外补贴, 这份工作很适合我, 通过长途旅行散心, 令我的心重新快活起来。 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离开智利, 去往欧洲。 一个冬天的早上, 我们抵达了热纳亚, 在那里, 我度过了很多幸福时光, 阅读希腊古典作家, 拉丁古典作家, 和现代智利作家的作品, 恢复了作为读者的快乐, 恢复了天性, 我彻底痊愈了。 我参观的第一座教堂叫 圣母玛利亚永恒的痛苦, 位于皮斯托亚。 接待我的是一位还不到 三十岁的彼得罗神父。 他告诉我, 在很多欧洲城市、 古罗马市或哥特市风格的 巨型古迹, 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因素, 不是环境污染, 而是鸽子粪便。 因此, 很多地方的神父都会训鹰, 来消灭教堂周围的鸽子群。 的确, 接下来不管我去到哪里, 那里的人普遍养鹰。 抵达布尔哥斯后, 安东尼奥神父在等着我, 他很年迈, 有一头名叫 罗德里格的脸鹰。 罗德里格跟其他神父 所养的英勇的鹰不同, 安东尼奥神父 不允许他狩猎, 猎鹰 罗德里格 只能被圈进在笼子里, 缺乏运动, 十分可怜, 和他的主人一样。 一个夜晚, 安东尼奥神父 发烧到四十度, 我让他的仆人 去找医生。 等待医生的时间里, 我放飞了罗德里格, 我看着他逐渐升高, 越来越充满力量, 我看到他很快 就把好几只鸽子的尸体 扔到我的脚边, 后来他飞走了, 当晚, 安东尼奥神父也过世了。 接下来, 我去了巴黎, 在那里创作诗歌, 造访博物馆和图书馆, 参观教堂, 起草了那份 以古迹保护为主题的报告, 其中特别强调了 猎鹰的使用。 我做了个梦, 梦见安东尼奥神父 在死前对我说, 那件事做得很不好, 朋友。 我看到了一群猎鹰, 成千上万只, 在大夕阳上方的高空中, 朝着每周的方向飞翔, 有时候, 太阳在我的梦中 变成了黑色。 这里其实充满了隐喻, 欧德姆先生和欧伊多先生 实际是两位伪装的特工, 歌群是圣灵在人间的象征, 猎鹰则是独裁政权 鹰犬的象征。 人们饲养猎鹰, 训练其捕捉鸽子, 便是政治的惊讶。 而拉克鲁瓦放飞那只 被圈禁的鹰, 意味着 他已成为同谋。 猎鹰出龙后, 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 便是好几只鸽子, 血迹斑斑的躯干。 成千上万只猎鹰 飞向美洲, 也意味着 极拳的鹰犬飞向美洲, 所以太阳 才会变成黑色。 回到小说本身, 有一天, 我决定 是时候回智利了。 当时祖国的形势 不太好, 我告诉自己不能再做梦了, 不能再迷失在离奇的幻想中, 应该做爱国者。 我对自己的祖国感到真切的爱意。 后来大选开始了, 阿联德胜出。 阿联德是智利共和国的前总统, 他当选后, 作者波拉尼奥 也曾满怀对社会主义的热情 回到了智利。 那个晚上, 我来到菲尔维尔家门口, 开门的是他本人, 他现在八十岁了, 是那么衰老。 菲尔维尔打了很多电话, 打给尼鲁达, 打给尼卡诺尔, 打给很多人, 却没有一个打通。 几个小时后, 他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 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开始阅读古希腊作家的作品。 上帝爱怎样就怎样吧, 我对自己说, 智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支持阿联德的一位将军被杀害了。 智利恢复了和古巴的外交关系, 聂鲁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智利发生了物资紧缺和通货膨胀, 出现了黑市, 为了得到食物, 人们排起了长队。 农业改革征用了费尔维尔的农场, 阿联德访问了墨西哥, 并参加了联合国大会。 这过程前后, 发生了袭击事件, 发生了罢工, 阿联德的海军副官被杀害, 随后发生了暴乱。 有差不多50万人列队, 参加了一场拥护阿联德的游行, 然后发生了国家政变, 企义,军事政变, 拉莫内达宫被轰炸, 轰炸结束后, 总统自杀, 一切都结束了。 这就是皮诺切特政变, 他取代阿联德, 成为了新一任国家元首。 多么安静啊! 天空是蓝色的, 清澈明镜, 点缀着几片云彩。 我跪下来, 为智力祈祷, 为智力人祈祷, 为那些死了的和依然存活的人祈祷。 某天晚上, 聂鲁鲁达去世了, 他死于癌症。 我给菲尔维尔打电话, 决定明天一起去参加葬礼, 挂了电话, 我感觉这一切很不真实, 像一场梦。 某天早晨, 欧德姆和欧伊多先生来找我, 带来了一项绝密的任务, 为一些绅士, 讲授马克思主义。 我问, 我的学生都有哪些人? 他们说, 皮诺切特将军, 雷将军, 海军上教, 梅里诺, 门多萨将军。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讲课, 对我来说, 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 我讲了史杰克, 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讲了共产党宣言和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谋书, 讲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 《路易波纳巴的5月18日》两本著作, 讲了资本论和工资, 价格和利润。 某天, 只有皮诺切特将军自己来上课了。 他问, 我是否知道他的对手阿联德队阅读哪些书? 我说不知道, 他告诉我, 他只看小杂志, 甚至连圣经都没读过。 他又问我, 那您觉得我写过多少本书了呢? 我整个人都僵了, 毫无头绪。 将军回答, 三本, 都是我本人独立创作的, 其中一本相当厚, 是彻夜不休写出来的。 他还告诉我, 他发表数不清的文章, 有些甚至发表在美国杂志上。 对于这些领导者来说,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了解自己的敌人, 如何保持自己的心理优势, 以便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尽管他们要求我保密, 不可到处吹嘘, 但我心理负担实在太重, 彻夜难眠。 终于, 我承受不住了, 将一切告诉了费尔维尔。 费尔维尔眯起眼睛看我, 像是突然间不认识我了, 又仿佛因为我在权力领域的处境感到嫉妒。 当我讲完的时候, 看到费尔维尔的眼睛, 我感觉, 仿佛这位二十世纪智力文学的伟大评论家已经死去。 我让费尔维尔不得透露一个字, 他答应了, 但第二个星期, 这段经历便迅速在整个圣地亚哥城里流传开来。 我的心中一片冰凉, 坐在电话机前, 等着接受关于我不谨慎的指责, 但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 一开始, 我把这种沉默归咎于一种针对我的排斥态度, 后来才惊愕地发现, 大家对此毫不在意。 不管谁掌权, 谁执政, 我们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 在上帝的视角下, 国家政变就像一群蚂蚁在打另一群蚂蚂。 上帝冷眼旁观, 但蚂蚁的命却只有一条。 无论谁掌权, 最底层的那些人依然过着同样的生活, 因此, 他们往往并不关注谁输谁赢。 我走在街上, 呼吸着圣地亚哥城的空气, 带着一种模糊的自信, 相信自己正处于一个可能的真实的世界之中。 那段真正的历史, 只有我才知道。 它简单, 残酷又真实, 应该会使我们发笑, 应该会让我们小得死去活来, 但是, 我们只会哭泣, 我们唯一坚定地做着的事情是哭泣。 拉克卢瓦在动荡时期离开了智利, 前往欧洲考察, 他放飞了猎鹰, 写出了报告, 尘埃落定后, 又回到智利。 面对独裁政权, 他决定放逐自我, 表示, 上帝爱怎样就怎样吧。 后来, 尼鲁达死了, 军政府上台, 拉克卢瓦接受了一项 为最高级领导人 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秘密任务, 并从中看到了权力的真相。 而拉克卢瓦接着又将遭遇到一个离奇的事情, 女作家玛利亚别墅的地下室里, 囚禁着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谁? 玛利亚为何会变得落魄? 她的文学生涯又为何结束? 皮诺切特推行极权统治期间,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宵禁。 餐厅和酒吧很早就关门了, 因此没有多少地方能让作家和艺术家们 聚在一起喝东西聊天, 畅谈艺术的梦想。 有一位名叫玛利亚的作家, 长得漂亮, 人也年轻, 对文学有一定的天分, 但到后来却结束了文学生涯。 这段故事里, 我是亲历者。 当时, 我们这些作家没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而玛利亚恰好在郊外有一栋宅子, 于是我们每周一次或两次在那里相聚, 谈天说地。 在这个被上帝之手遗弃了的国家里, 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有文化的, 其余的人什么都不懂。 玛利亚为人亲切, 慷慨, 人们能在她准备的夜间聚会中感到惬意。 她和一位名叫汤普森的美国人结了婚, 并用拟称吉米来称呼她, 他们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晚会开始了, 人们围成一个个小圈子, 一边喝酒, 听唱片, 朗诵诗歌, 对绘画和现代舞展开讨论, 评价某位作家的新作品, 一边打着喝浅。 到了早上六七点钟, 宵禁结束了, 所有的人排成一路摇摇晃晃的纵队, 坐上小轿车离开, 女主人则在走廊里向我们挥手告别。 我每个月都会去一次玛利亚的家, 有一次我读了她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那个故事在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在那场竞赛带有左翼色彩, 我不是评委, 如果我是的话, 也许就不会把一等奖搬给玛利亚了。 小说写得不坏, 但她离出类拔萃还相距甚远, 她是一种任性的平庸, 正如她的作者本人。 当我把短篇小说拿给费尔维尔看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活着, 她读了短短几行, 便评价说, 那是一篇可怕的文稿, 根本配不上奖项。 她为智力文学感到痛心, 惋惜如今智力文学界 已经没有像拉斐尔、 胡安那样高大的任务了。 在聚会中, 玛利亚经常充当发言者的角色, 谈到政治的时候, 她是那样坚定, 她十分欣赏一位女权主义作家, 对她赞赏有加, 还有谁能像她那样写作呢? 我坦率地回答她, 那位女权主义小说家, 作品中有很多页, 是对五十年代几位法国女小说家的拙劣翻译。 玛利亚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而后艰难地挤出了一个微笑, 她说, 就是说, 您并不喜欢她写的东西。 我说, 我当然喜欢她的作品, 我只是带着批评色彩指明她的缺点, 只有天才能够展示出毫无污点的作品, 所有人都有缺点, 我们应该去关注优点。 我继续解释, 我们所有人都是作家, 我们的道路是漫长崎岖的。 玛利亚审视着我, 仿佛正在对我做出评判, 然后她说, 您刚才说的话太精彩了, 山佛。 这声称呼令我很惊讶, 因为她之前一直和其他朋友一样, 直呼我的姓名,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她的夜间聚会了, 直到几个月后, 一位朋友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在某场聚会中, 有一位客人迷路了, 他是一个剧作家, 当时他喝得很醉, 出去找厕所, 偶然间走到了地下室里, 他看见了一张金属床, 床上有一个赤裸的男人, 手腕和脚踝都被绑了起来, 眼睛上蒙着一条布袋, 那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但还活着。 据作家关上门, 他的醉意瞬间消失了, 他悄悄往回走, 回到客厅后, 他要了一杯又一杯威士忌, 但什么都没有说, 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朋友, 一传十, 十传百, 秘密就这么传开了。 几个月后, 也许是几年以后, 到了民主时期, 人们才知道, 玛利亚的丈夫吉米, 其实是一位秘密警察, 他把自己家当成审讯中心来使用, 那些破坏分子被带到他家的地下室里, 进行审讯, 有人会死在那里。 吉米还去过华盛顿, 杀害了阿联德手下的一位前部长, 并顺手杀了一个美国人, 还制造过几起袭击事件。 这件事, 玛利亚显然很早就知道了, 然而, 他想成为作家, 吉米爱他的妻子, 玛利亚也爱他的美国丈夫, 他们有几个漂亮的孩子, 我思考着, 为什么玛利亚明明知道丈夫在地下室里做什么, 还邀请客人去他们家呢? 通常来讲, 晚会期间, 客人不会出现在地下室里。 我又问自己, 为什么明明发现了这一切, 却没有人敢说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害怕, 因为大家都害怕。 后来, 吉米被关押在美国, 他开口了, 指控了好几位智力将军, 美国人把他从监狱里弄了出来, 作为特殊证人, 保护了起来。 玛利亚被孤立了, 过去的友人全都不再理睬他, 有一天, 我去看望他, 他却没有认出我。 他问我, 您是记者吗? 我说, 我是神父拉格鲁瓦, 过了好几秒,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笑了起来, 打开了大门。 他告诉我, 丈夫现在在美国, 已经不要他和孩子了, 如今他没有朋友, 所有人都不理睬他。 我问他, 您的小说呢? 您把它写完了吗? 还没有呢, 神父。 而后, 他却不再谈小说了, 而是谈起那些来采访的记者, 还问我是如何看待那间地下室的。 我闭上了眼睛, 并不想参与这个话题, 他依然喋喋不休。 他说, 这座豪宅的地皮, 属于一位流亡了二十多年的犹太人, 如今, 他们要跟他打官司。 我建议他带着孩子们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他却带着一种谴责的表情问我, 那么我的文学生涯呢? 我回答他, 您可以用一个笔名或者画名。 他却嘲笑着转移了话题, 您想要看看地下室吗? 我当场就想打他的耳光的, 但我没有那么做, 我摇头拒绝, 表示我要走了。 玛利亚无法克制地大笑起来, 她抓着我的手对我说, 在智利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 我点了下头, 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我一直回想着他的话, 在智利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 然而, 不仅仅是在智利, 在阿根廷, 墨西哥, 西班牙, 法国, 德国, 文学就是如此被创作的, 至少是因为, 我们为了所创作或看到的相关文字, 避免跌入垃圾堆里, 才称其为文学。 像玛利亚那样的很多作家, 胸无点墨, 却想躋身上流社会, 借那些高大上的聚会, 社交来彰显自己的价值, 实际却连文字的好坏真假都分不清楚。 我想起了费尔维尔过世的那一天, 他有一场体面又有节制的葬礼, 正如他希望的那样。 而如今, 生了病的人是我, 我的床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打转, 如果水流浑浊的话, 我就能知道死亡就在附近。 但现在, 水流只是比较湍急而已, 因此我还怀抱着希望。 我看到一位夜已衰老的年轻人, 我告诉他, 在智力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 就是这样创作伟大的西方文学的。 他动了动嘴唇, 发出了一声无法被听清楚的 不。 那一刻, 我发现, 我就是那个夜已衰老的年轻人, 我就是那个大声叫喊着, 却没有被任何人听见的, 夜已衰老的年轻人。 那一刻, 许多人的脸庞, 以一种令人昏眩的速度, 从我眼前晃过, 那些我崇拜过的, 爱过的, 恨过的, 嫉妒过的, 鄙视过的人, 那些我保护过的, 攻击过的, 抵抗过的, 那些我曾徒劳地寻找过的人的脸庞。 至此, 我们对于《智力之夜》的讲解已全部结束, 我们将通过重新挖掘小说的细节, 体会作者波拉尼奥字里行间的深意, 揭示那些不曾看清的真相, 我们通过对第六个故事的讲解, 完成了对《智力之夜》的讲述, 女作家玛利亚别墅的地下室里, 竟然囚禁着一个男人, 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位秘密警察, 还将自己家地下室作为审讯中心, 丈夫被遣送回国, 丢下了玛利亚和孩子们, 而玛利亚声名狼藉, 过去的朋友都近而远之, 拉克卢瓦去看望她时, 她说, 在智力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 让我们一起走进本书的复盘解读, 通过对一个个故事的深度挖掘, 体会作者波拉尼奥笔下的深意吧。 如今, 我快要死了, 但还有很多话不吐不快, 以此为开篇, 波拉尼奥借主人公拉克卢瓦的字述, 写下了这本富有深意的文学经典, 拉克卢瓦是一位神父, 文学批评家, 平庸的诗人, 一个夜晚, 他发着高烧, 坚信自己即将死去, 他躺在床上, 在头脑中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回忆, 这场头脑风暴, 在原文中被粗俗地称呼为史风暴, 书籍的封面是这么写的, 拥有独语的神父, 对祖国的独白, 与文学大师的交往, 军政统治下的青春记忆, 那些让自己身陷其中, 又爱又恨, 无法自拔又讽刺不懈的一切, 也许不过是头脑里的一场史风暴, 六个故事, 一场意识流动的作品, 如洪水般清晰而出, 读完全书, 我们已经能够回答最初的那些问题了, 第一个故事中, 我在致力一位文学批评家 菲尔维尔的庄园里, 见到了著名诗人聂鲁达, 受文学召唤, 我也决定成为一名批评家和诗人, 可惜, 这条路并不轻松, 它并非看满了玫瑰花, 在这个野蛮人的国度里, 文学是艺术。 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我们知道皮诺切特政变后, 在致力推行极权统治,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自由, 比如拉格鲁瓦父亲在这过程中的遭遇, 有个声音告诉他, 所有的谈话都是被禁止的, 因此, 波拉尼奥推动了现实以下主义运动, 反对官方文化, 试图激发拉美年轻人 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 在这个被极权统治掌控的国家里, 文学成了艺术, 文学之路并不轻松, 并非看满了鲜花, 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探索。 那些探索者, 拉格鲁瓦算一个, 菲尔维尔算一个, 聂鲁瓦也算一个。 拉格鲁瓦才期待着, 在菲尔维尔的庄园里, 文学真真切切是一条开满了玫瑰花的小路, 志趣凌驾于实际的需求和责任之上。 拉格鲁瓦为自己的文学评论作品, 起了一个笔名, 叫H.伊瓦卡切, 并用真实姓名发表诗歌, 尽管笔名比真名有名起得多, 但他知道, 写诗需要岁月的沉淀, 文学评论则是用理性的方式 给人们带来启蒙。 至于那个索尔德罗是谁, 已经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 它象征着文人的勇敢与无所畏惧, 也使人人在泥泞破碎的现实里, 看到精神乌多邦重建的希望。 第二个故事里, 作家萨尔瓦多去拜访了一位绝望的威蒂玛拉画家, 画家绝食多日, 整天坐在窗前打量巴黎, 在沉默中等待死亡。 威蒂玛拉画家是个异乡人, 在巴黎被占领后, 他无法离开居住的阁楼, 只好整日坐在窗前, 一边凝视着巴黎的街景, 一边放任自己, 慢慢死去。 他有抑郁症, 创作了画作 日出前一小时的《莫丞风光》, 这幅画成了 以他为祭品的祭台。 那幅画表达着 画家本人对巴黎战败, 欧洲文化衰落, 政治理念受挫后的 特殊情感。 一个默默无闻, 却希望在文艺之都的艺术圈 展露头角的威蒂玛拉画家, 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他清醒地接受着自己的溃败, 以近乎自虐的方式, 惩罚着自己, 无惧死亡。 别人断言他活不过下一个冬天, 但他那飞蛾扑火般的坚持, 却令拉格鲁瓦感受到了一种振奋的力量。 他把想法告诉了费尔维尔, 却被费尔维尔泼了一盆冷水。 费尔维尔讲述了一位 邪将和英雄领的故事。 邪将功成名就, 求见皇帝, 提出要出钱买下英雄领, 为英雄们立杯。 皇帝很感动, 并答应了。 邪将付出了全部, 时间, 金钱, 然而皇帝出了最初的几句赞扬之外, 再没有其他行动。 邪将很快就被所有人忘记了。 战争来临了, 纪念碑最终也没有建成。 邪将则死在了英雄领的一间地下室里,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执着的梦想中去, 越过噩梦前进, 英雄领在那里等待着他, 宁静, 暗沉, 而又庄严。 可终究那只是一场浮游汉树的奢望, 本该由国家完成的事情, 却由一位邪将来做, 他用尽全力守护这个世界, 岌岌可危的文明和道德, 却死在了无法竣工的梦想里。 但他的行为, 也彰显了在时代这座大山面前, 小人物,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邪将的悲剧令拉克鲁瓦明白, 死亡和时间会带走一切。 他在《空虚和厌倦》中, 写着那些恶劣的诗。 动荡时期, 他离开了智利, 前往欧洲考察, 他发现那里的人普遍养婴, 用以驱逐鸽群。 在这里, 鸽群是圣灵在人间的象征, 猎鹰是皮诺切特政权, 鹰犬的象征, 而人们饲养猎鹰, 训练其捕捉鸽子, 将其残忍撕碎, 则意味着是正直的轻压。 拉克鲁瓦放飞了那只 被圈禁起来的鹰, 意味着他已默认成为同谋, 而猎鹰出龙后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 便是好几只鸽子血迹斑斑的躯干。 后来, 拉克鲁瓦看到了一群猎鹰, 在大西洋上方的高空中, 朝着美洲的方向飞翔, 有时候太阳在梦中变成了黑色。 猎鹰飞向美洲, 也暗示着极权的鹰犬正在飞向美洲, 飞向他所在的土地, 太阳因此变成了黑色。 尘埃落定后, 拉克鲁瓦回到智里, 面对独裁政权他万分失望, 并决定放逐自我, 表示上帝爱怎样就怎样吧。 后来, 涅鲁打死了, 军政府上台了, 拉克鲁瓦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 那就是为最高级领导人们, 讲授马克思主义。 但领导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感兴趣,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对手, 读过哪些书, 在想些什么, 从而在对比中, 彰显自己的丰功伪迹。 秘密任务很快便人尽皆知了, 但没有任何人关心这件事, 因为对小人物来说, 不管谁掌权, 谁执政, 他们其实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 从始至终, 百姓都是在被动地接受着一切变革, 所以拉克鲁瓦才会说, 真相简单又残酷, 它使我们笑得死去活来, 但我们只会哭泣, 我们唯一坚定做着的事情, 就是哭泣。 而在小说的最后一个故事里, 女作家玛利亚说, 在智里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 她写的短篇小说十分平庸, 但因为冠上了吹嘘政治的色彩, 得到了第一名。 她喜欢的女权主义作家, 文字里却借鉴了多位小说家的作品, 败叙其中。 她明知自己的丈夫是秘密警察, 在家里地下室严刑逼供无辜者, 却不曾揭露丈夫的罪行, 还将偌大的别墅包装成艺术家们的天堂, 只为了自己写作成名的欲望。 大事已去后, 她早已不关心文学创作, 试图靠向记者出卖地下室的故事来赚取利益。 甚至到了最后, 她也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阵阵有词, 在智力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 因此, 拉格鲁瓦才会说, 我们是为了相关的文字避免跌入垃圾堆里, 才称其为文学。 故事结尾处, 拉格鲁瓦在病痛中思考, 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 渐渐找回了理智, 仿佛她的床在湍急的河中打转, 如果水流浑浊, 死亡就在附近, 但现在水流只是比较湍急, 因此她还怀抱着希望。 至此, 收尾呼应, 故事完结。 整本书几乎都围绕 智力政变的时代大背景展开, 字里行间穿插着作者波拉尼奥的深邃思想, 他是时代的亲身经历者, 也是文学的虔诚守护者, 但在时代的洪流中, 他能做得十分有限。 他们背叛文学, 美化历史, 攀附金钱, 屈服权力, 这是文学的消亡史, 也是文学家的一场精神危机。 但波拉尼奥本人对文学是虔诚的, 他是在举世接着的时代里, 拼命保持清醒的那个人。 文学来源于现实, 却又高于现实, 希望在波拉尼奥的文字中, 我们能感受到那个悲剧笼罩下的 智力之夜, 也能体会到他嵌入思想中的 夜之理在。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与大家分享 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